最近我經常跟老頭子溝通 你都知道是誰了 看我寫群同直播的觀眾 因為他現在都退休了 所以他有時會經常跟我聊天 講很多話給我聽 他會看我的影片 所以大概都知道你們的問題傾向 他都很喜歡去留意人、觀察人 現在算是他人生一個比較沉澱的階段 所以他都很歡迎我去將他的說話 我用廣東話跟大家說一次 今晚我和你談到的話題 他說他看到很多年輕的女生 譬如廿出頭、三十歲左右 他們是不知道 一個男人其實是要花錢在自己身上 才喜歡 才叫做喜歡自己 他說了一件很直白的說話 就是說如果一個男人 他真的不用花錢在你身上 其實他真的不喜歡你 但很多女人是不知道 也不肯相信這件事 可能會覺得大家出來吃飯 你一頓我一頓 為什麼你們這些女人會接受到 追求你的過程 一些東西都不買給你 然後你還覺得理所當然 小小小 可能跟你一起拍拖 那 完全沒有送禮物給你 他說他聽到很多年輕的女生都是這樣的 就是覺得OK的 送了還好像很怪 還會幫我男方去找藉口 補路 自欺負這種狀態 然後我也記得我在直播講過 以前 你們這些男人還說 很怪的 其實送禮物哪有怪 其實不送才怪 你追求人少少誠意都沒有 我真的想問一下 你連追求他那一刻 你連課金都不課 不是你取了他 你還會養他 你還會負責家裡的開支 他開刀生仔 你會給錢 應該不會 你還沒得到他的時候 你連一個叫做表示誠意過程 你都不給錢 那 這個女生怎麼跟著你 這個你可能覺得很傳統的想法 但是我自己喜歡一個朋友 一個女性朋友 一個普通幫我做事的人 我不要說有沒有錢 自己 我都會很傾向還是會買東西給別人 就是會送東西給別人 會各樣各樣 就是 會用物質來表達我對你的喜歡 我對你的尊重 不會是 就是兩手摻摻 沒有可能 你更加別說男女關係 就是你總有一種支配 一種的男女的角色在裡面 就是甚至乎將來可能 就是 possibly 會是踏入婚姻的這種狀態 就是有什麼可能 你是會連少少錢都賺出 甚至乎 就是有些女生已經被這個世界調教到 哎呀 你不可以女權 不可以有人請吃飯 什麼獨立女性 又要獨立女性 又要生孩子 又要幫你打拼事業 又要服侍你老母 然後又要溫柔聽話 什麼都要做家務 和你生孩子為止 有沒有這麼大隻甲蠟 隨便跳 不要被人批評你 就是我覺得 我跟老頭說話的原因是 真的很多女生有什麼人批評的 就是你已經要聰明了 你又要聰明 又要聰明 又要懂得賺錢 家裡又要不差 然後還要溫柔 體貼 不可以強勢 獨立女性 不可以靠她 平時開支還要自己有份 一部分出來 真是瘋狂 不要瘋了 我覺得現在很多女生都是這樣的 你們在直播經常跟我說 你們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電郵 一大堆 是你們肯而已 為什麼這麼多女人肯做私 那些不是私家計 還是私家計 比你高級 免費雞 免費了兜 就是人家連一分一毫都不用出 你就直接跟人開訪 你就直接 你是不是追我計 雞 雞都要約 雞都要預約 雞都要付錢 你什麼差不多不用隨寸隨便 就可以上房 甚至連房錢都省下 你直接向人家送外賣 就是很多這種女生 而我價值的配得感很低 你甚至乎覺得別人送東西給你 是不正常 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對所有的朋友 就算是一些不值得的人 例如絕名這些角色 我都不斷會買東西給她 狂貨金 什麼東西 找一些物質對爆她 我就是希望 我經常跟她說這番話 其實當時 我希望你認識到一個男人 能夠有我對你一半那麼好 不用像我那麼好 你要幫她結婚生兒子 你要跟她 你的兒子是要跟她的性 你還要看別人的婆婆面識 比較少你也要看別人的面識 是吧 你婚姻是一個支配關係 男人在上面女人在下面 一定是這樣的 我說如果一個男人 連一個你的朋友 一半都對不了你那麼好 你跟我說你嫁給她 你幫她生兒子 你幫她懷孕 不要還 我為什麼要對身邊所有的女性都好 一直以來我都是這樣 我不敢說我以後妹妹 過去我是這樣對人的 我覺得我會不斷找東西 襲你 襲到你頭昏路障 就是 我寧願你給我 開胃口很大 中壞了 那你起碼對眼角會長高一點 你起碼都會知道 如果你跟一個男人上床 你起碼 這個男人要 之前要對你都付出了相應的東西 不僅僅是用口說愛你 這個老台說一句話 他說很多男人是用口說感情 男人是不可以用口說感情的 物質實際錢 有沒有拿錢出來 香港不流行拿錢 大陸很流行拿錢 轉帳 知父母很微信 轉帳 還有一個秘訣 是自己心甘情願送的 不要又說分修的時候 又說要拘捕 追討回來 我覺得在香港這個環境 就是 物質也是很基本的東西 吃飯 逛街 車出車入 你沒有車 你也要叫車給女生回家 但是多少男生做到呢 我覺得近乎沒有 不關你有沒有錢 不關事的 對人好 不需要你 要億萬富翁才可以對人好 就是不要這個概念 你自己買煙買酒 就是去洗腳叫雞 你很捨得 你追求女生 你是不捨得 你會覺得 如果我洗幾個水 送她去坐的士 或者吃一頓飯 我寧願叫一隻雞 那你就叫雞 是不是 你不需要去投放這個成本 我覺得這些真的是 是一些小錢 還有 你不要說你想追求人 不要經常說男女平等 男女永遠都不平等 怎麼會平等 女生生生育成本多大 身體的那種損傷 或者是你 之後你所有 其實說真的 男女 一般的女人 你怎麼都是在低位 你很難做到在一個關係上面 就是在一個高位上面 你是不受傷 各樣各樣 我們的先天條件 心理上 其實都是容易受創的 那你還跟我說 不用對方付出 又說什麼獨立女性 獨立女性 獨立女性不是這個意思的 獨立女性不是這個意思 喂我一樣樣跟你AA怎麼A 我想問生生育怎麼有一半 你不要說什麼 我給一半手術費 你給一半手術費 他就算給了手術費 吃虧我都一定是你的生育 不用說了 整個身體損傷 精神這些 我完全是可以 可以有資格講這番話 我自己生過 根本生育是痛苦的事情 你是將半隻腳 整個人 根本上那一刻入了鬼門關 所以我聽過一些男人說 怎麼開刀跟我老婆AA 那為什麼開刀出來 又要是女人開刀 那不如一人開刀一個 一個跟你性 一個跟我性 那就正確了 沒得AA 不要被人PUA 你不要洗腦 不要被假的偽概念 去拒絕你 也都是 我繼續路頭講的事情 他就說 不可以用一把口 去談感情 但是現在的女生 就是這個男人 如果只要他用一把口 去講一下 你已經很開心 出了水 就是完全是 很興奮 就是很開心 然後 就是這一隻 那個要求是很低很低的 完全 其實要付出錢 我覺得一個正常的 成年人的男人 追女人是要付錢的 就是你不要經常覺得 一個女人可以 無緣無故跟你睡 然後轉個頭 又要 但不小心懷孕 然後你只是覺得 給錢去落兒子就夠了 還是落兒子的錢 都是AA 香港落兒子也兩三萬 還有之後的損傷 所有事情 我認識過有些女生 他們是落兒子 那個男人只是給一部分 就是說他自己有什麼 都要負責 我想問那個女生 要負什麼責 為什麼不是你去落兒子 損傷之後還要坐月 是你落兒子 落兒子還要坐月 這些資訊 又是不知道為什麼youtube 會沒有的 就是你在一些平台上 你根本上會看到 有人會分享 躲胎之後坐月的vlog 我覺得太恐怖了 這個世界是完全蒙蔽了女人的雙眼 然後還告訴你 是女權 還告訴你 是 這些東西叫獨立女性 這些當然不是獨立女性 沒有可能是獨立女性 我告訴你這個世界 沒有可能 女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已經是輸涉過男人很多很多 不要拿我來做標準 你拿些真是普通 普通的基層女人來做一個指標 大部分女人為什麼經常都一地雞毛 哭苦哭忽 為老公要生要死 動一點就跳樓 又說怎麼抑鬱 又狂躁 又什麼乳腺炎 不知道這裡的苦科病 那裡的苦科病 太弱了 所有的事情都處於低位 社會重點你不夠弱 生理上還不夠弱 再精神打壓你 所以麻煩年輕的女生聽聽 老的女生就算了 就是埋單 年輕的女生聽聽 一個男人要追求你 他是要付出 不是靠口說的 你不用說幫男人欺負什麼鬼 你花多少錢 你們如果是一個叫做 還在認識的階段 怎樣的 花費男人給他不會破產的 花在你身上 請你吃幾頓飯 跟你 可能 就是 輸你幾次 那些有錢 他不會破產的 就是不要他這麼白癡 經常說 幫男人想這些想法 然後可能還有些女人 調轉 貼帶床 哎呀同居 就是租金我給 有個男人交水電煤 我也見過 這些 我聽你的故事 也有點累近的 又或者是 又說同居又AA 然後是同居 然後中途又懷孕 懷孕了幾次 那個男人都不想要 然後那個女人 掛過幾次工 之後就開始 好像有些婦科病 影響她日後生育 那這些成本 哪個比呢 女人 永遠 在所有 即是其實 在這些 不論你和一個有錢 窮 還是怎樣的男人 一個是專業人士 大學教授 一個地盤 你也是虧卓的 生理上 你也是虧卓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老母 好像不教女兒 有這樣的方向去思考 我覺得現在的媽媽 跟以前很不同 真的不會跟女兒說這些事情 你們可能還會催女兒 快點結婚 或者會覺得 經過女兒賣正借 或者跟女兒一起搞 痴勁 偶道的女兒 在女兒的男朋友面前 會掃臭自己的女兒 適落自己的女兒 這些反而老母 越來越多 中國的老母 包括香港 包括 你們是一個男朋友 在你們的準女婿之前 不停地詆毀自己的女兒 這些不是痴勁 是什麼 當然你們不肯承認 還會覺得 聽到這些事情很不舒服 那些偏激 你們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聽到不舒服 如果你聽到覺得憤慨 覺得不可思議 或者你會覺得是同情 你未必是這種人 如果你聽到我講這番話 如果你覺得 踩中自己 突然間 會覺得很受冒犯 你就是這種人 我看過太多這些媽媽了 跟女兒比較 跟女兒比較 跟女兒爭重 跟女兒爭重 爭自己的老公 多的是 現在那些80後老母 75後那些 就是這些年齡層 40多 50頭 不知道為什麼會經常跟女兒爭爭爭 我不知道你真的吃錯藥 還是怎樣 應該教女兒的人 讓女兒經常做賤貨 經常做一些 賤賣自己出去 跟著可能 你的女兒明明很好的 我見過很多 這些例子 可能10個 現在在我家有著 8個都是這樣的 你的女兒明明很好的 但我畢業 英文好 樣樣好 她只是可能認識了那些 濕溝的 我不知道什麼 所謂的專業人士 可能一個會計師 或者一個可能 做IT 這樣 跟著你居然會跟她 不斷認識到這些 好好的 是不是 這個人願意娶你 你女兒犯的 外面有很多女兒 不斷想推我女兒 有這個已經很好的 洗個女路 但其實你女兒的綜合條件 是比這個男人好很多 你不鼓勵她認識其他人 反而反過來說 這些男人有很多女人欺負 不輪到你了 你很幸運 我見過很多很多很多媽媽 包括你們 就是我觀眾的老母 都會這樣跟女兒說 但是對兒子 又不知為什麼很寬容 對兒子 就會覺得每個女人都陪不起自己的兒子 我覺得 他第一個女方可能學歷比你的兒子 所有的賺錢能力 所有的 İslam 綜合條件比你的兒子 很多 還有就是 不過你貼上來也是你賤貨 賤貨所以你貼下來 抱著 aí��頭識的那些老母 當時女人是敵人 當時的懷 меня也是寶的 還有就是 聽過很多 所有的條件很懸殊 不過 居然外人 就算是外人 或是老母 也會覺得女人好像佔優 pancake 也不是佔優 是ве什麼 就跟這個男人一起 所以 女人自己的價值那麼低 很多女人 其實現在都是下嫁的 真的很多下嫁 沒有多少個向上嫁 大陸女人我見到10個10個向上嫁的 落到來香港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有什麼事 香港女人全部清一色基本上向下嫁 你向下嫁不是問題 你可以不開心嗎 你不開心 因為骨子裡無強 下嫁其實是在很多中學方面體現的 我見過很多的家庭 無論他們再婚也好 或者離異過再組合 一個單身一個是離婚了幾次 或者兩邊都離婚了 我綜合這樣去看 很少女人是可以不做事 她們是絕對有必要做事 除非有些強行不做事是怎樣 很節省的生活 或者一個男方 她找到那份是不需要養父母的 她只是拿樓頭家裡 兼且可能只有一個小孩 沒有前妻前夫要養的 那女人勉強可以不做事 否則絕大多數全部都要做事 而且真的要跑數 做到一隻狗 少一份娘馬上會擔憂 擔憂 不夠錢花的 那些狀態 你同樣生一個兒子 自己都一定要做事 你才可以支援到頭家 你嫁的男人 根本不足以令你有資格 可以做一個全職媽媽 或者可以叫做 我不做事 也OK的生活 沒有這樣的資格 但當然你們已經習以為常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男人根本沒有什麼付出過 他可以毛痛做爸爸 他娶了你回來 你餓完兒子 你還要出去做事 如果你不做的頭家 根本沒有辦法支持到的開支 但很多女人都在這個情況裡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我反正就是 講來我覺得你們又不認同 有些可能你們是 已經在這個局面裡面 你都不想面對 你都不想直視 然後拿藉口說 不是呀 很幸福呀 什麼什麼 什麼福呢 女人生完小孩 最好就是你不用做事 在我的層面裡面看 你可以選擇不做事 你應該說 你可以有權 我現在想和小孩在一起 我可能頭五六年 我都是可能 選擇一些很自由的工作 或者短單計 或者 我就算不做事一兩年 三十五年 都完全沒有問題 對方的經濟 或者我自己的實力 能夠支撐到這樣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媽媽生了小孩 根本上 很需要休息 除非你是那種 真的試做事 唯有工作狂是旁 但是這個是你的選擇 不是你沒有退路地 而要這樣做 不是你沒有退路 天天要教著鬧鐘 六七點起床 然後逼地鐵 逼巴士 忍不住 哎呀要跟女兒 跟兒子 寶寶仔 這樣說拜拜 然後可能晚上天黑 天黑了才回家 這些叫做你沒有選擇 你手停口停 就是說我講這麼多 就是想告訴大家 你們應該是用經濟 來篩選男人 我跟那個老頭聊了很久 用普通話聊天 就是 其實重點就是 為什麼你們不去趁自己 年輕 或者你們還是一個識分年齡 為什麼你們不會篩選男人 為什麼你們不會選一些經濟條件 可以支撐到你 如果你想有家庭 是支持到你真的有頭家 不是要推你出去做的那種有頭家 推你出去做的那種有頭家 這些不是叫有頭家 他們沒有資格娶老婆 現在這個年代 即是一夫一妻 億誰 億女人 億男人 如果現在可以 即是一夫多妻子 其實很多女人都會變成挺有錢 生活是挺負足的 你起碼可以跟著那些有錢男人一起 好像沙地阿拉伯那些 一個可以娶四個 還要法律上要規定 他對四個老婆也很公平 如果不是其他那幾個老婆可以控告他 即是 但是很多女人都蒙在鼓裡 總是一夫一妻 當然是不好 一夫一妻就是令到一些很廢的男人 他們都可以娶老婆 分配 令到社會穩定 用女人來穩定男人的性慾 令到女人來穩定男人的情緒 你們有沒有多看鬼谷子 多看法家的事情 你會知道現在社會很多規則都是來 利用女人的性資源、身體、子宮 去穩定男人 去穩定整個地方 去滿足男性 還在那裡 你還以為自己是女權 經常被人洗腦 又說什麼 港女 什麼獨立女性 神經病 你連這個社會有什麼玩法都不知道 如果真的可以一夫多妻制 一個男人可以娶很多 好像以前的妃嬪 或者是有很多的情人 妾 其實女人整體 女人來說 在這個層面上 女人整體的生活 和各個經濟 所有事情都會好很多很多很多 當然 這件事情 在這個社會 不容許我們大力地說 或者提倡 這個我不扯那麼遠 我只是希望 你們還是年輕的女孩們 聽一下我們前人說話 不要人家什麼都不付出 不要請你吃頓飯 你就敢哭樓梯 好嗎 我連一個三五四七的和尚都貨六千元 人仔 不是一個男人連東西都不送給你 哎呀 飯又說什麼 一頓飯 你也去跟他睡 甚至乎 講得明白了 我不跟你吃飯 你過來我家 隨便擠垃圾給你 叫一個外賣給你 然後你就跟他睡 然後還要自己坐車走 很多女人在做這些事情 很多 是 不要給自己那麼多藉口 不要說 哎呀 我也有什麼壞 什麼要 你有需要你不做雞 做雞有錢收 做雞遇到客戶比你吃免費餐的男人 不要玩 你開心嗎 你上人家 或者上房 然後別人打發你走了 搞完你之後 叫你自己回家 你開心嗎 神經病 真的 太多太賤的女人 我不知道 你的老母是不教你 還是這個社會不容許 那些女人去為自己爭取多一點點的東西 我現在其實一直在說的東西 都很法家思想 如果你們想 接觸那些法家 法家是帝王的東西 就是不是很容許 在這個社會裡 你一直提倡法家的思想 在大陸呢 如果你經常有一些 叫做 自媒體 就是他們的博主 就好像一些我們YouTube KOL那些人 你們經常用這個思維去推廣一些東西 那些帳號全部被人封閉 因為法家的思想 其實不是給平民 不是給樹民 是給帝王用的 鬼谷子 我之前寫過那篇很長很長的文章 就是在說法家的思想 就是為什麼可以中環四海 為什麼可以拿來 甚至乎 就是因為你摸到他的核心 所以 他裡面最經典的一句說話就是 當人一個普通人 可以放棄道德的時候 你放棄了很多 你捆綁著思想的儒家 或者是所有這些 學說的時候 你可以將你的潛能 很大很大地發揮出來 不要讓任何東西捆綁你 你經常覺得很多東西捆綁你 你就會覺得自己很慘 因為我們現在從小到大 在進行的東西 也是一個叫認識教育 我們上學 準時 做一個打螺絲的工具人 然後女人就是這樣 一直被人打壓洗腦 男人對你專不專一 不可以女權 我又要賺錢 又要漂亮 又要保持 又不可以問個男人拿錢 然後又要照顧老爺奶奶 溫柔體貼 但又要懂得賺錢 懂得回來 然後還要跟人生兒子 生到有兒子為止 然後還要跟女兒搞癡 然後把女兒去死 跟買垃圾一起 我這些新人就代表很完美 說真的 香港有多少人會像我這樣 直白說這麼多東西出來 你們真的應該感謝我 我有時覺得香港真的不配有陳義這個人 於是